我们看比如说这个达成这个所谓的协议版本 拖到2025年 那什么意思 那就意味着实际上就为两党这个布置大选 布局这个选举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对选民的利益丝毫没有任何保障 比如这个情况的内容 比如说增加军费 甚至减少对于传统能源的这种限制 那其实是为了特殊利益服务的 再比如说实际上是这个 未来一段时间 把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支出的这个增长幅度 保持到1% 那损害的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 所以这个妥协的方案是在解决问题吗 不是还是在这个两党不断地在尽力的政治表演 不断地来为自己这个政治利益分肥的这么一个结果吗 所以这人看着就是政治表演 丝毫没有热情和这个民意诉求的回应 1985年 美国从净债权国变成一个净债务国 1990年到2023年间 美国国债规模从3.2万亿美元 增长到惊人的31.4万亿美元 专家认为 数十年来 美债疯狂扩张 需求越滚越大 这是美元霸权下 对财政政策扭曲的结果 美国债台高筑 不仅收割美国国内中下层群体 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 攫取利益 本身实际上应该是在美元霸权的这样一种诱惑下 实际上美国政经体制为特殊利益服务的这样一种结果 导致了对于财政政策这种彻底的扭曲 我们知道82年代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里根时代 这个里根经济学所谓供给学派 他认为实际上赤字出现一定程度上赤字 没关系 甚至赤字越多 其实对经济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他认为减税本身可以有效的刺激税基的这样一个增加 刺激税基减税率下降 可能对于收入没有任何影响 甚至会刺激经济的整个发展 但实际上是结果 实际上共和党人的做法 实际上是刺激了 只是为了少数人服务 为了1%的服务 所以导致这个结果 不但是美国这种持续的债材高筑 而且导致了美国这种特殊的政经体制下 美国这种所谓这种贫富差距不断地增加 所以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在美国国内 是对于中下层不断地来收割资源 收割利益 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美元霸权 确实也在收割全世界的利益